打开故事,欢迎入主 从文案传播角度来讲 最好传播的内容毫无疑问的是故事 爱听故事,是人的天性 比如一个玫瑰花品牌的文案 当然可以这样写 玫瑰全部产自全球著名玫瑰产迪 额瓜多尔 109到百年工艺打造 从柴摘到成品 确保72小时之内完成 但是,如果讲这一个故事呢 我们力图以平时的文字 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 与品牌无关 Rose Only的伙伴们曾遥远地各自生活 在地球各处 日本、墨尔本、巴黎、纽约、香港、东京 曾捧着各自的社会标签流光茫茫 为自我优越奔波流离 一年前,北京 我们偶遇在某party上 无所不谈 愁逐间尽默契如多年挚友 就在那时,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还相信爱情吗? 这位朋友常年在暗流涌动 针锋相对的商业谈判 与数字交易中行走往来 问题一出 全场沉默 有忙于实现事业目标 追寻社会存在感的光影里 诸多历尽了繁华苍凉苍苍的人们 有多少依旧可以绽放柔软心房 爱的纯真善良 如孩童 真爱远入一个从未出世的童话 你还相信爱情吗? 请门心自问 此时此刻请给我一个真实的答案 我们选择了玫瑰 因为偏不相信 短暂浮华 可不得永世之爱 而后的365天里 我们各自旅行 拜访了世界的顶级玫瑰园 从地中海阳光充足的 保加利亚玫瑰园 到尼罗河畔盛产香料的 古国埃及 从海明威故居 Key West神秘的 蝴蝶玫瑰园 到九幅盛名的 伊朗玫瑰水之乡 卡上 至赤道传奇的 厄瓜多尔玫瑰镇 一年后再相聚 北京老地方 我相信真爱 你相信吗 传递爱吧 是这样的天使鼎鼎人和 命中注定的是 总是来的 坦荡分明 即刻我们从世界各地 奔赴金城 有人放弃国际 电影集头 行合伙人的邀请 有人放弃常年 旅去国外的闲事 有人放弃高管 甚至加薪的挽留 但我们 义无反顾 在江湖露冷 光影采有的金城 不能让曾有的一生 只爱一个人的信念 消枉 2013 14 Rose Only 璀璨绽放 这一品牌的内涵 源于我们对爱情本质的向往 源于我们对初心的自我回归 Trust Rose Only Trust Love 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 他们 接触于圣经 这是以一生只送艺人为鲜花的 品牌Rose Only的文案 和前面几条文案比起来 具备故事性的文案 显然 更具有感染力 当普通的鲜花 被冠以圣经 信者得爱的含义 并被赋予寻找真爱 这样的故事内涵 立刻就显得高端 感性 与众不同 让文案更有故事性 文案才更具传播力 试想 你在跟人提及这个产品时 是会跟人讲 这个玫瑰都是厄瓜多尔生产的 有109到公益吗 还是会跟人说 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 一生只能送一个人的故事呢 打造文案的故事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故事不要随便讲 也不要讲得太平淡 没有亮点的故事 讲了等于没讲 举个例子 三饮文案 不讲故事的文案 我们的东西很好吃 讲故事的文案 传说 清前路年间 户部山秀才 催喜后 进京赶考 一名京人 高中进士 后围观徐州 终身请证爱民 两袖清风 狭下百姓 无不掺颂 子孝母词 吹戏外放围观后 家庭好转 催母逢年过节 并会用精选大米 加入红枣 放入蒸笼细蒸 做成米饭 送给书生 路人食用 常者 参不绝口 意识传为佳话 使人做事赞约 邪母出孝子 一门 皆善人 后 吹氏后人 在催母食材配方基础上 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将催氏制作大米的方法 发扬光大 并将以爱为道 用米表达 这一想法广为传播 数百年间备受赞誉 进入二十一时期 崔家的第十一代传人 成立的专注于大米营养 与善事平衡的中式快餐点 励志 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大米文化 将大米这一产业做大做强 健康全国人 推向全世界 上述历史 一坨古人讲故事 这是餐饮行业最常见的文案类型 但是这样的故事 你读过之后 会记得住吗 文案的故事 要讲消费者感兴趣的故事 讲他们想听的故事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 在故事中植入热点 这里的热点 可以是名人符号 或名人故事 也可以是让人意外的爆点 还可以是特定群体 感兴趣话题等等 比如凋液的餐饮文案 就是这么写的 调研牛腩餐厅 是中国第一家 金奢餐餐饮品牌 即烹饪牛腩的秘方 是像周星驰电影 时生中的原型人物 香港时生戴农 以五百万元购买而得 戴农经常为李嘉诚 和红叶等港澳明秋 提供家宴料理 他还是1997年 香港回归当晚的 国宴行政总厨 所以他的代表作 一道咖喱牛腩饭 和一道金汤牛腩面 成为无数人 梦寐以求之舌尖上的 巅峰享受 看看这些关键词 周星驰 时生 带龙 五百万元 秘方 李嘉诚 何红叶 1997年香港回归 国宴 很容易引起兴趣 吸引注意 另一个要点是 故事植入的题材 要是目标群体而定 历史故事不是不能讲 比如阿福近有植入的 古希腊神话题材 效果就很好 阿福品牌 源自古希腊神话中 爱与美的女神之名 到罗马神话时期 即维纳斯 现在化身为 中国金油界的 领导品牌 已是护肤品 全球合作 之典范 其品牌核心价值 是捍卫金油行业的秘密 得花财者 得天下 只和全球著名产地的 庄园合作 长期期约约纵旨 阿福率先将金油色谱图 呈现给顾客 即植入的唯一DNA图谱 以证明阿福金油 从田间种植 到入瓶罐装 皆血统清晰 品质 纯正 人们不会探究故事的真假 你只需要植入题材 给人留下印象 就可以了 比如阿福近有 植入爱与美的女神 这一题材 立刻就会给读者 留下很鲜明的视觉印象 一下子品牌隔掉 就介入了起来 同样是历史故事 如果你是一个 针对90后的服饰品牌 就不要讲 如果是一个 针对外国消费者的 茶品牌 那多讲也无妨 尤其是在与中国 传统文化相关的故事 反过来 如果是针对 国内年轻消费者的 茶品牌 植入一些西式的 小资的故事题材 会更好 人们在读一个故事时 会做这样几件事 思维附属 角色代入 投入感情 这是一个 心理模拟的过程 故事的吸引力 和说服力 就在于此 它很容易 激发人的大脑中 与这相关的区域 让人产生 代入感 想一想 为什么有的人 读武侠小说 读得如痴如醉 那是因为 他将自己 带入了那个 武侠的世界 或者带入了 某个角色 换句话说 心理模拟一个故事 会让你产生 真正经历这个故事 身临其境的感受 阅读下面这几组 佐恩咖啡馆的 平面广告文案 标题 下午 喝 咖啡 再下雨天 正文 聊赖的午后 我独自走在蒙巴 纳斯道上 突然下去雨来 随手招了一辆 急程车 满头白发的司机 问了三次 要去哪儿 我才会过神 到什么地方 没有预期到去哪儿的我 一时也说不出目的地 司机从后照镜中 看着我说 躲雨 我笑着没回答 雨越下越大 司机将车停在咖啡馆前 要我下车 笑着说 去喝杯咖啡吧 他挥手示意我 不必掏钱了 来不及说谢谢 急程车 已回到了车队中 走进冷清的咖啡馆 四名侍者围坐一桌 闲聊着 看到我后立刻起身 异口同声地说 读雨 我笑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后一场意外的雨 让我一下子见识了 五个会读心术的人 喝了一下午的咖啡 标题 他又要离开巴黎了 正文 人们说女子不已 读生旅行 他带着一本未完成的书 读坐在咖啡馆中 那是一种阴性气质的书写 他喝着拿铁 咖啡与奶 一比一 甜美的证明 这第二性不存在 那香味不断地从他流向我 绝不是只有咖啡香 这是1908年中的一天 女性成为一个主要性别 她是西蒙波瓦 我们都是女人 遇见在祖安咖啡馆 标题 祖安咖啡馆 明天见片 正文 明天见 demand 撒雨 明天见 离开咖啡馆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明天见 demand 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会说再见的 而是说 明天见 因为天天都会来 明天 大家又会再见到面 可是明天 我要回国了 我在左岸咖啡馆 demand 读完这些文案 是不是有种 身在其中的感觉 仿佛你也成为了 咖啡馆中的某一位客人 咖啡馆的气息 拿铁的香气 隔壁读作看书的女子 都在你身边 因为读故事的过程 就是一个角色替换的过程 通过极端文字 所描述的故事 场景 我们会将自己 带入角色 要让人带入角色 首先文案必须塑造角色 塑造角色 就是在文案中 设置一个人物 然后让他们开口说话 打个比方 一个乞丐行起 牌子上写着 我是盲人 请帮助我 假设你是路人 会被打动吗 如果改成这句话 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可是我却看不见 比较一下 是不是后面这句话 更打动人心呢 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 前者只是讲述了一个事实 我是盲人 后者则叙述了一个故事 将盲人这个角色 塑造了出来 再入联想 Ideapad Y450笔记本 的一则文案 在ChinaRan网站上 一个自称 彪悍的小歪的网友 发帖 曝光了自己的私生活 短时间内 红遍了整个社交网络 彪悍的小歪 仰天长笑 我真的是个异类吗 西装笔停 跑在路上 彪悍的小歪 晒装备 彪悍的小歪 热情回击 阐述跑步上班的 十大优势 第四天 大胆晒打卡表 彪悍的小薇 整齐的打卡 记录让人震惊 网友真的在路上 跑到跑步的小薇 小薇回应网友 跑步路上 遇到了一人求婚 小薇惊叹 小薇自爆追前太妹妹 每天做便当的 甜蜜力争 小薇号召全体网友 一起传递 温馨的爱情纸条 引发传播热潮 热情网友 人露出小薇女友 在社区的活动踪迹 太牛了 跑步路过人大 引发小薇 大学回忆 自爆雷人丑事 谁说装修得花钱 飙悍的小薇 只花宁愿装修玻璃 和门窗 小薇家的 现代化厕所 小薇家随时随地 都能享受 上网冲浪 小薇自爆 5000元装修 50平方米 房子的真正秘密 这些细节 颇具现实性和 普遍性 仿佛这个名叫 小薇的年轻人 就是我们身边 常见的那个 或者我们就是 小薇本人 后来 小薇成了这款 Y450笔记本的昵称 由于故事 强大的传播效应 和角色 引发的共鸣效应 这款联想笔记本的 年销售量 超过130万台 成为当年 最火的一款 笔记本电脑 实现角色替换 还有一个条件 尽量在故事里 描述美好的场景 左安咖啡馆的文案 之所以吸引人们 亲自去体验 是因为读者 在代入角色之后 由于整个模仿 过程很美好 所以容易 采取行动 将模拟 变成现实 诉诸感情 也是产生 代入感的 重要方法之一 如某公益广告 描述非洲草原上 一头大象 和一头小象的对话 妈妈 我长牙了 妈妈 我长牙了耶 妈妈 我长牙了 妈妈 妈妈 你不为我高兴吗 孩子长牙了 对妈妈来说 本来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但是对于大象妈妈来说 却意味着担忧和害怕 简单的对话 讲述了一个 令人揪心的故事 将不要买卖象牙的诉求 表达的相当走心 当然 文案还可以 从用户心理需求的角度 出发来讲故事 比如 巨美优品的文案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 却没有看到我的汗水 你有你的规则 我有我的选择 你否定我的现在 我决定我的未来 你嘲笑我一无所有 不配去爱 我可怜你 总是等待 你可以禁止我们的年轻 我们会证明 这是谁的时代 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 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 但那又怎样 哪怕遍地鳞伤 也要活得漂亮 我是陈欧 我为自己代言 巨美优品 看上去只是一名80后创业者 在文案中讲述自己奋斗的故事 但读到这个故事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 都会认为这番话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原因就在于文案中的这些关键词 汗水 否定 轻视 质疑 嘲笑 孤独 遍体鳞伤 引发了同一时代群体的心理共鸣 引发心理共鸣的关键在于 描述具有群体共通性的经历 感受 体验 将具体的场景和细节抽象化 传递感受 将抽象的特征 具体化 生活化 传递体验 文案之所以 要向用户讲述一个 他们想听的故事 让用户入主其中 目的是为了促使用户产生 购买行动 所以 最有效的方法 莫过于让文案 直接输出行动 如美国矿泉水品牌 Itos Water的文案 Buy Water Help Children 这是 Itos Water从成立之初 求见你的理念 当然 同时也是切实的行动 购买一瓶瓶装水时 Water会告诉你 他们每受注一瓶水 都将会提升五美分的捐款 帮助世界上的某个缺水地区 迄今为止 这家公司已经完成 620多万美元捐赠 帮助世界上的缺水地区 缺水国家中的 大约43.9万人 获得帮助 这个具备道德感 和公信力的故事 在消费者心中 树立了强大的影响力 其中 关键就在于 他对行动的呼吁 以及他提供的行动动机 他让每个消费者 都成为了故事的创作者 只要行动起来 去购买一瓶瓶 受诸行动 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提供模拟 有关如何行动的知识 提供启发 行动的动机 6个场景 传达人情味 支付宝的一组 平民海报广告 以十年账单 有话说为主题 让不同人群 站出来说话 钱包比男人靠得住 每天早上刷余额宝 你懂的 信用卡还款 一直专时 永远都是最后一秒 哈哈 给四五套房子 交过水电费 没一套是自己的 没所谓 转账最爱选的表情 是包养你 可我还胜着 求包养 业绩从未几年前三 支出 战胜了 百分之九十亿的人 我赢了 看数字 都说你败家 打开账单 才知道你多持家 再一个 文案讲述了 六个人的生活故事 说出了六种人的心声 转达了年轻 乐观的精神和正能量 同时还和品牌功能 便宜无缝地融合起来 刷余额宝 信用卡还款 交水电费 转账 查看支出 对账单 每一句文案 都在说支付宝的功能 但每一句 也都是在诉说 某个平凡人 普通人的故事和心情 相当有人情味 切中情感母题 我们都读过 古希那神话中 西西福斯的故事 西西福斯触犯了众神 众神惩罚 他将一块巨石 推上山顶 但由于巨石太重 每次还没有推至山顶 就滚下山去 于是西西福斯 不得不重新开始 就这样 他周而复始 永无止境地 做着同一件事情 众神认为 再也没有比这更无效 有无妄的劳动 更严厉的惩罚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数千年 至至现在 仍然有着令人 动容的魄力 经典故事之所以动人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触及了人类共通的 情感母题 即那些古往今来 被无数个故事 诠释过的母题 比如爱情 比如悲剧 比如人性 人生 生命的力量等等 能够切中这些 情感母题的文案 通常都会很成功 比如凡客的 这次文案 七岁立志当科学家 长大后 却成为了一个演员 被赋予外貌 勤奋和成功 也被赋予讥讽 怀疑和嘲笑 人生就是如此 你可以努力 却无法拒绝 乃有胜利可言 停住 意味着一切 没错 我不是演技派 Not at all 我是凡客 这是凡客带人 黄晓明讲述的 一则个人化的故事 却引发了普遍的共鸣 因为它和西西福斯的故事一样 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母题 人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 都会有差点停不过来的艰难时刻 有必须停住的时刻 有哑哑应声过来 却面临更多挑战的时刻 停住 就意味着一切 至此 凡客成功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内涵 凡客就是所有正在 停住的人 这种母题引发的共鸣和身份 职业 地位 无关 无论是西西福斯 还是黄晓明 或者任何人 都是一样 再如耐克 虽然是一个运动品牌 但事实上 它的用户并不限于 爱运动的人 出于对品牌理念的认同 很多不怎么运动的人 也穿耐克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它的经典文案 Just Do It 这句文案背后的母题 可以演战出无数个故事 比如 可以是年轻无所畏惧 敢于冒险的精神 衰不死 就再来吧 用运动 改变一切 或者对自我一点 一定的超越 每天都比昨天 更快一点 还可以是一场 百折不挠 遇到千难万险 也不放弃的人生 标题 卷土重来 正文 他不必在打破三万分记录后 还拼上一切 他不必连续九场比赛 独篮四十多分 他不必连全明星赛 总得分也独占凹头 也不必为了一场胜利 独砍八十一分 他不必一次又一次的刷新 最年轻的记录 他不必肩负整个洛杉矶的期望 以至于跟剑 不堪重负 倒地的那一刻 他不必站起来 他不必站上发球 先投进那一球 也不必投进第二球 力挽宽 他甚至不必重回赛场 即使科比 也不必再像世人 证明什么 他也必定 卷土重来 这些故事 同样触及了 人类心底的情感源头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想做就做 无所畏惧 永不言败 当然 并非所有产品 都是用这种发掘 目的的 讲过时方式 这里 要怎么分辨呢 按照功能来分类 产品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无线改进型 有线改进型 有线改进型 就是那种 死掉商标之后 和同类产品 基本没有差别的产品 比如饮料 食品 日用品等 这些产品的本身 的改进 就是有线的 与之相反 无线改进型的产品 随着科技进步 可以无止境的改进下去 比如电脑 手机 这类电视产品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 这两类产品 带给他们的是两种利益 功能获得 情感获得 一般来讲 有线改进型产品 更适合于故事化 因为它打造差异化的方式 更多的是依靠产品 为消费者带来的情感获得 而不是功能获得 打个比方 全世界第一部智能手机 第一部能够装进口袋的 掌上电脑 第一台大屏幕 液晶电视 这类产品在问世的时候 基本没有竞争对手 自然也不需要差异化 它的功能本身 就是最大的差异化 但是 就像矿泉水 洗发水这类产品 就必须依靠情感力量 打造品牌差异化 才能在市场上 赢得一席之地 因此 给这一类产品 写文案时 就必须注重 强化情感获得 想一想 平时我们买矿泉水 是依据哪些因素 来做选择 价格 包装 文案 品牌故事 产地 很可能是这些因素 共同在潜意识里起作用 但我们做出选择 往往只在一瞬间 没有人会对 买矿泉水这件事 做过多的 认真的思考 说白了 完全靠感觉 那么感觉 总和而来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詹姆斯 马基针对人们在面对 选择时的做法 提出了两种 基本决策模式 模式一 衡量力比 模式二 基于身份认同 来做决策 处于第一种模式时 人们会从得失出发 做出理性的选择 即收获 选择更多 弊端最少的那个选项 而处在第二种模式时 人们会基于身份认同 来进行选择 所谓的身份认同 就是在做选择时 潜意识里 问自己的三个问题 回到前面的问题 买矿泉水 实际上就是依据身份认同 来做典型的 典型例子 比如 宣称自己 使用了更环保的材料 制作瓶子 的矿泉水品牌 环保人士 就会倾向于选择这种 而那些注重 生活品质的人群 会倾向于选择 进口矿泉水品牌 甚至有可能 因为喜欢某个品牌的文案 而选择它 理性的选择 是衡量产品利弊 而非理性的选择 则是为了满足 更高层次的需求 所做出的感性决策 文案讲一个 情感化故事的目的 就是将品牌的认同感 牢牢扎进消费者的脑海 促使消费者抽离 理性决策模式 进入感性决策模式 一个基本的方法是 在文案中 主动塑造身份认同 你可以使用一个通用的句实 来指导文案 对身份认同的塑造 比如 消费者吃的不是某产品 而是励志的梦想 讲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消费者喝的不是某产品 而是快乐和活力 讲一个关于快乐的故事 消费者买的不是某产品 而是和家人 朋友共享的美好时光 讲一个关于亲情 友情的故事 当你的文案 让消费者产生这样的想法 那就成功塑造了 消费者的身份认同 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化 购买决策 另一个方法是 在消费者尚不关心的事物 和非常关心的事物之间 建立联系 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之后 消费者就会对产品 产生情感联想 比如说钻石 属于有限改进性产品 每个钻石品牌上 生产的产品 其实都差不多 无非是风格 设计和细节上的差异 所以要打造品牌差异化 最好的方法是 讲一个独一无二的 以情动人的故事 来看看钻石品牌 戴瑞的文案 在戴瑞的品牌文化里 对爱情的专注 被视为一种品味与格调 作为这种文化的代表 Daring将唯一与真爱理念 融入自己的血脉 每位男士凭身份证 仅能购买 唯一一门 寓意一生 唯一真爱 购买信息绑定 男士身份证号码 考验他的承诺与勇气 婚戒是一个符号 婚礼是一场仪式 婚姻是一种信仰 信赖与安全 延伸出的爱情 先于婚姻而存在 而婚姻应该用一种诺言 巩固这份感情 每一位男士 只能购买一枚Daring 在购买之前 男士需要填写一份购买协议 同意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与Daring的编号绑定 该信息将永久留存在 Daring官网数据库中 并男士的姓名 与身份证号码 可以在Daring专属页面中 查询购买钻记的信息 就像充满承诺意味的爱情纹身 一枚真爱戒指 就是男士承诺与勇气的最好表现 爱情旅途之中 不需要重重考验 来证明她的真心 一枚Daring 就足以标筑出通往幸福的道路 个人专属 求婚页面 让众人见识 她只为你营造的浪漫 当她在指尖闪耀 当爱人 与你相拥 当亲友羡慕与感动的泪水 变得晶莹透亮 你该明白 在众人面前 她将此生仅有的一次许诺 献给了你 将这些感动都可以记录在Daring 购买Daring的男士 可在Daring官网 建立属于自己爱情的个人 专属空间 用视频 音乐 文字 照片的形式 记录爱情成长道路上 你与爱人从相识 相念 到相知 相爱的每一个感动瞬间 在浪漫婚礼 蓝湾约会 感人纪念日与节日时 这个属于两个人的爱情空间 都可以为你记录 当两人再次翻译 这些幸福的时刻 那一份甜蜜 更是无可替代的 时光越老 Daring呈现的爱情 越能历久迷心 Daring不是奢侈品 但它仅属于一部分人的幸福 Janine和Visage的皮革 配真思 暴露了性感的意大利古典主义 Gucci与Prada的妆点 让你有些小小的自裂 我们可以在花花绿绿的城市之间 用购物光 富伦 现已久的随心所欲 但内心深处 我们都在找寻一份珍贵的奢侈品 一种很淡又很美的爱情原味 唯一的真爱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Daring的概念 人的爱情观千差万别 是肤浅还是用心 有人心中明白 可有人未必清楚 是念33天里 有过奢侈品与爱情的类比 是简单的满足物语带来的快感 还是用心送出情感带来的安稳 在行俭义海的东方美学里 奢侈是一种哲学 没有句话的载体 当一个对于事业执着 对于情感兼职的男人 为你送上他此生唯一的承诺时 不能排场 不讲克拉 不是那些世俗定义里的奢侈外套 Daring的价值 远胜于此 因此在Daring的世界里 此生真爱 只此一美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母题 想象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 罗密欧与朱莉叶 美人渝与王子 梁山博与朱英胎 几乎都是悲剧收尾 但其中隐藏的情感和心理是 人类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对这种向往 可以做不同的解读 Daring的解读是唯一 所以这一钻石品牌 成了唯一真爱的代名词 另一个钻石品牌 代比尔斯的解读者是 永恒 这也是人类 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之一 爱情的力量 能够冲破一切阻碍 超越一切困境 坚持的爱情 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也不会被任何事情改变 钻石是什么 它是目前地球上 所发现的物质中 最坚硬的一种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击碎它 同时 钻石也是稳定的 任何酸性物质 都对它不起作用 它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变质 人们理想的爱情是怎样的 它也应该是坚硬的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击碎它 它也应该是稳定的 不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变质 代尔斯找到了 钻石和爱情的共同点 它们都是永恒的象征 The diamond is forever 钻石很久远 一颗永流传